好 戰鬥內關心是逢鄭南榮逝世三十五週年 今天呢 副總統賴清德也出席了鄭南榮的相關特展 那還是提到說上任之後呢 會有三大有關於言論自由的工作要來推動 帶您起來聽 好 是可以聽到賴清德相當關心言論自由之外呢 其實前幾天的花蓮正在海是非常的關心 有關於這個國際友人呢 都紛紛的伸出援手來幫忙 不只是日本政府來捐款 甚至土耳其的空拍特搜隊呢 今天下午也將會抵達台灣來參與搜救的行列 因此這個賴清德也是強調說 真的非常謝謝大家的幫忙 另外諸日代表謝長廷也強調說 這是一個善的循環